半个月内连续受到两次台风和东北季风共伴效应 降下好大雨的影响 七堵区泰安路边坡遭到严重破坏 基隆市政府方面已经先做好临时抢救警告的措施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也非常重视特地到现场关心 市政府方面表示这段道路边坡必须等到好大雨暂些之后 才能继续进行抢修复救工程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